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又到我們大家吃便當的時間了 今天要帶大家來台中救市區這邊 有一家黑肉飯蛋 這我以前有介紹過 黑肉飯蛋 然後這間店是在第二市場那邊 也是在第二市場那邊的柳川的水溝旁邊 然後這間我之前有介紹過 然後就來看他那邊 他有附湯 今天是 這是 排菜那個 排菜湯 看便當 黑肉飯蛋 然後在柳飯公路 今天一樣去買排骨飯 等等 那這個排骨飯是 八十塊 這個是八十塊 然後他的排骨是 現炸的 剛剛去店裡買的時候 點餐完現炸 然後 基本上他就是除了主菜之外 有 一二三四 四種 副適量菜 然後這個蘿蔔乾 是另外的 就是你如果要的話就要幫你夾 然後 今天的那個菜 有 這個 空心菜 然後 一口香腸 乳蛋 乳蛋也是整顆的 然後超損失 夏天損失好吃 然後再這個 蘿蔔乾 然後他的 排骨 OK 然後這個排骨 也是有點厚度 有點厚度 是大概在一公分左右 好那我們今天 現在就來吃便當 啊今天我有那個 買了麥克風了 所以可以 頭可以不用那麼大了 你不用被我嚇到了 這兩天為了收音頭都超級大的 OK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便當 就剛剛 為了 方便 為了方便 我 把蓋子剪掉 剛剛那個便當 那按照慣例就是先吃它的 菜 這個空心菜 它那個菜都現炒的 然後 在現場就是少量 它少量應該是用完 用完會再 馬上再炒新的 馬上看空心菜 看空心菜 嗯 好燙到味 這好附這個香腸 一口香腸 它滷蛋就整顆的喔 有入味了 然後這個筍絲 筍絲 筍絲它是炒蝦皮 嗯 這個下陷的筍絲真的很好吃 這是我們那個蘿蔔乾喔 它會問你要不要 當然是要 這都下飯 然後 它的那個排骨 排骨 它白骨很軟 它皮是有 粉皮是那個粉漿是稍微有一點厚 所以像我這樣便當袋回家 它那個皮就會變輪輪 可能在現場吃會脆 那因為悶住了沒有辦法 真的很多東西 就是現場剛炸起來是最好吃的 那再來看它的飯 那它的飯 來 吃飯 要不然煮得剛剛好 不會太軟也不會太硬 店家會幫你 它會問你要不要淋滷汁 我建議大家就是淋一些 這個飯會變比較好吃 然後一樣80塊 一樣80塊像今天這個排骨便當它的 它的CP值就比昨天那個 排骨便當的 就是後裝那個排骨便當80塊 它CP值比它高 然後這個份量應該 正常的食量吃 吃這樣一個應該會 就會飽了 OK 好那今天就介紹一家那個 古早味的給大家 那就先這樣 今天就到這裡為止 拜拜